速度也不慢呢 干一地灰呀 每次水牛群做的全是敞篷车 看看水牛群回来了 营救他的同伴 直接上来就干狮子王 看看这个狠不狠 这水牛群很锋利的 直接把狮子挑起来 看看啊 这挑了几个个 这狮子都傻眼了 今天的水牛太牛逼了 南美洲巨型水塔攻击鳄鱼 这种水塔相当凶猛 牙齿也很锋利 关键的一点是它比较豹团 它这一群几十只 同时攻击花豹 花豹也受不了 在水中啊 可以干鳄鱼的动物不多 除了河马以外 也就是这个巨型水塔了 他们干鳄鱼吃鳄鱼的时候 就像吃辣条一样 咔咔之响吧 这是美洲豹 美洲豹直接拿下鳄鱼啊 它咬住鳄鱼的脊背 把鳄鱼从水中拽上岸 看这个真是不容易啊 看看这个水塔干美洲豹 这个水塔不一般呢 把鳄鱼干的都只跑啊 看看这个小水塔的小牙齿 绝对可以啊 把鳄鱼的领地啊都给占领了 水塔干鳄鱼 其实也很正常 因为这个水塔的数量大啊 就跟非洲野犬和猎狗一样 可以干狮子 但是美洲豹的狩猎技术啊 是真厉害 它可以在水中把鳄鱼拽上岸 真的不容易啊 鳄鱼可是水中霸主啊 看这小水塔的水性是真好啊 看看这水塔的数量啊 这一群也不少 几十只多的都上百只啊 这是猎狗狩猎水塔 猎人在狩猎啊 这个猎狗也干不过水塔啊 成年的水塔相当的凶猎 攻击性很强啊 看一看啊 在水中的水塔相当的牛逼 厉害 疯狂的大猩猎 看看啊 这个大猩猎还是个羊毛卷 长得挺漂亮啊 银背大猩猎 是它的首领 大猩猎啊 相当猩猛 狮子都不敢靠近 它们很少上树啊 都是在 地下行动 狮子王也不是它的对手啊 看看这体格吧 全身都是肌肉啊 看看打到的场面相当的 好玩啊 这只银背大猩猩啊 长得也漂亮 大猩猩也有可爱的一面啊 两只狮子在大打出手啊 有的时候动物界里面 同类的厮杀啊 更厉害 为了争夺领地 争夺交配权呢 它们都是吓死 毒手啊 看看这个大猩猩在树上很笨拙啊 这个老狮王啊 被几只年轻的熊狮 直接干倒 把它的 王位啊 直接给 取剔了啊 动物界也是很残酷的 大猎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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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豹它是世界上奔跑最快的动物 但是它的狩猎成功率很低 凶狠程度不够 力量也很脆弱 看看这只大羚羊直接可以干猎豹的 猎豹要是单打独斗 狩猎的成功率就更低了 一般猎豹都是一个家族 四五只成群的合作狩猎 它的成功率才能高一点 这是斑马 斑马是非洲草原上唯一的物种 你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而且斑马是练腿上活的 脾气也不太好 被斑马踢一脚真就是半死 非洲野犬狩猎斑马 失败 猶猪VS非洲野犬 看看成群的非洲野犬相当的可怕 别看它个头小 但是它们很抱团 都是群体狩猎 这一个猪群都是上百只 而且它这个猪群都是以母野犬为首领 看看狩猎的时候 母野犬都是冲到最前面 下手也是相当的黑 这个游猪直接进洞了 游猪最擅长的就是挖洞 它这一个家族也是生活在一个洞穴里面 在地下很深的 看看这个野犬呢也在倒洞 想把游猪拽出来 这个游猪要出来 在洞里面是安全的 一旦出来那就死定了 看看直接把游猪从洞里拽出来了 这非洲野犬下手是真黑啊 它的咬合力很强 一旦咬住啊它就不会松口 它的数量啊再大一些 所以说在非洲草原上啊被称为三鹅 除了狮子猎狗以外啊 它就排行老三狼 今天的午餐就是天然的大猪排啊 一分熟的猪排 这个游猪啊奔跑起来 这个底背上的毛都立起来了 它长了一对大獠牙 它会用獠牙呀把对方挑起来 面对一群野犬呢它也是懵了 跑到了水里面啊 在水里面呢还是被非洲野犬给拽出来了 太猪猪了啊 这个野狗啊太猪猪了 看看把这只游猪啊直接给分尸了 直接给干倒啊 太凶猪猪了啊 这个场面呢真的罕见啊 再看看非洲野犬狩猎河马 虽然个头小但是他心大 干河马可以 狩猎一只河马可以够这个族群吃上一个礼拜的 所以说非洲野犬也是想开了 干就干大的 他们的狩猎技术很高 别看河马大 他们一样可以拿下 看猎狗狩猎小水牛 这个猎狗相当聪明 他专门挑老弱病残进行攻击 这个母水牛赶过来的时候又不赶趟了 看看水牛大军回来了 全部反杀回来了 但是猎狗的数量太大了 看看这一群猎狗虎视眈眈 水牛也是有点懵了 这小牛犊子 畜生牛犊不怕虎 结果被一群猎狗给干了 这二哥的咬合力也很强 一旦被他咬住 他不会松口的 直接把肉给撕开 所以说猎狗 能混到二哥的位置 也是不容易 绝对是有一号 狩猎狗 狩猎成功 狩猎成功 狩猎成功